城市突然凭空出现万米深坑 无数人掉入其中 政府立刻派人去救援 可诡异的事 深坑底部却不是地理 而是一片绿光 落进深坑的人和车全都掉了进去 为了了解绿光究竟是什么 政府派出最先进的战机进入探索 却不料飞机接触绿光后竟直接失联了 就在负责调查此事的特工杰斯懵逼之时 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深坑附近净凭空出现了一片古异迹 但里面的古董却是刚掉进深坑的人们使用过的玻璃瓶 在现场还找到一封书信 特工杰斯震惊地发现 书信竟是掉进深坑的妻子金姐写给自己的 信中金姐说自己和其他人通过绿光穿越到了一万年前 而如今那道绿光即将消失 但幸好有外界派来的飞机 虽然飞机又引擎损坏 可好在他们找到了之前进入深坑的小队成员 对方恰好有一枚完好的飞机引擎 现在只要把这枚引擎安装到飞机上 他们就能重启飞机穿过绿光回家 得知妻子即将回归杰斯正要高兴时 一旁的博士却泼了盆冷水 因为在一记里 他们发现了那架飞机和所有人的残骸 这说明金姐他们坐的飞机在起飞时 肯定出现了意外导致坠机 而与此同时 绿光里史前时代的幸存者们已经成功组装好了飞机 所有人都很高兴 可正要登机时他们发现 一架无人机穿过绿光落在了不远处 幸存者们当即找到了无人机 而无人机正是杰斯派出的 里面装着杰斯录的视频 杰斯将飞机坠毁的消息说了出来 并要金姐等着自己去救他们 幸存者们听见杰斯的话 瞬间就炸开了锅 金姐要大家暂停登机 但男飞行员却不这么认为 飞机会坠毁说明他们的飞机存在问题 只要解决了问题 大家就可以正常起飞 听到飞行员的话 人们纷纷赞同 可金姐却仍然坚持 既然挖出了飞机残骸 那说明他们无论怎么努力 最后也是死路一条 但金姐的劝阻根本不起作用 因为幸存者们现在只想尽快回家 而飞行员检查飞机后 也果真查出飞机的传感器失效 但幸好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很快就能修好 可就在她准备维修时 金姐却带着自己好闺蜜找过来 原来金姐是眼见自己劝说大家无用 只好前来要飞行员不准启动飞机 但飞行员却不以为意 而金姐闺蜜见软的不行 当即拿枪威胁他们立刻和自己离开 但没想到的是 女飞行员私家心切也掏出了枪 和金姐闺蜜对峙起来 飞机被打爆了邮箱 而女飞行员也因为被金姐闺蜜打中要害死 所有的幸存者都开始责怪金姐 因为他们不光害死了女飞行员 还弄坏了飞机 断绝了他们回家的希望 可金姐却觉得女飞行员的死亡只是意外 而自己救了所有人 他们只需要静静等待杰斯来救援 没办法众人只好妥却 但金姐想不到的是 杰斯却遇到了麻烦 他想驾驶飞机飞进绿光救援幸存者 可却遭到了上司的反对 因为上司派出飞机后 深坑周围就发生了地震 并且根据分析 再派出飞机进入可能会引发更大的地震 但杰克为了救家人 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偷偷和博士启动了飞机 就朝着深坑飞去 上司很生气 警告杰斯他要是不返航 自己就发射导弹将他击落 杰斯想强撞 但博士劝住了他 而没等杰斯反应过来 博士就背上了降落伞 来到了舱门前 对着深坑一跃而下 杰斯最终只能返航 而史前时代等待救援的众 等到绿光关闭 也没能等待杰斯 不由地陷入了深深的绝望 看来他们只能生活在史前了 他们开始在原地修建营地 可这天 飞行员意外在营地外 抓到了一个原始人小孩 但他们没想到的是 这个原始人小孩竟能说英语